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女友直发女会合后 马上就灰声灰色的向直发女描述了女主帮忙拿回钱包的经过 含大赞的女主强大的观察和推理能力 但直发女很不高兴背包男谈论女主 立即就转移了话题 第二天的早上女主来到了疗养院 远远的看着坐在轮椅上的父亲 突然父亲手里拿着的悬疑小说掉在了地上 女主立刻灵光一闪 赶忙回到家里拿出了悬疑小说故事集读了起来 结果这一读竟然意外的让女主发现 所有女孩被杀的案件都与悬疑小说故事集中作者 英知鬼所描述的案件一模一样 女主立即找到出版社的编辑帮忙查英知鬼的详细资料 但出版社的编辑却告诉女主 英知鬼的所有资料都是加密的 查不到英知鬼的地址 女主只好让编辑把英知鬼的最新一期稿子发给她 想要借此找出最新的线索 女主回到家之后 很快就收到了编辑发来的稿子 女主拿到稿子立即读了起来 在稿子里 英知鬼描述她即将会扮演水管工 进到睡意蒙松的女孩家里 然后趁女孩不注意 给她注射迷药并绑在客厅的椅子上 不久后女孩会醒来 她就会开始教育这个爱泡夜店的女孩 并打电话给女孩的父亲 让女孩的父亲立即赶回家救她的女儿 如果回来迟了 就会将女孩杀掉 女主读到这里 恍然发现英知鬼的稿子里 竟然写明了受害者的地点 来不及多想 女主立刻打电话给她的警察发小大个子 要她去救人 而女主也立即前往女孩的家里 但是到了女孩家的门口 怎么敲门都没有人应答 女主此时突然想起 刚才跟一个水管工打扮的人插身而过 立刻反应过来的女主回头追了上去 结果差点跟正要回家的背包男撞到 背包男见女主急匆匆的 也立刻跟着追了上去 结果女主与戴着口罩的凶手 经过一番打斗后 还是被凶手给逃脱了 没有抓到凶手的女主 只好和追上来的背包男一起去找大个子 大个子告诉女主 那个女孩没来得及救下来 女主表示很惋惜 而背包男也表示会和女主一起抓住凶手 女主回到家后 凭借和凶手交手的短暂过程的记忆 将凶手的眉眼画了出来 看着凶手的眉眼 女主陷入了沉思 随即女主找到了男记者帮忙 调查所有受害者详细家庭信息 结果女主发现 受害者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就是家庭不和睦 并且都爱泡夜店 这些结果也印证了女主心里对凶手的一些猜想 凶手一定也是一个从小生活在一个不和睦的家庭 并且有泡过夜店经历的人 与此同时 女主还将凶手的杀人手法 是按照悬疑小说故事集这本小说描写来作案的事告诉了男记者 而男记者也很快在电视上将这个消息传播了起来 一时间最新一期的悬疑小说故事集小说被卖脱销了 而一大清早还在睡梦中的女主接到了她意料之中阴之鬼的电话 阴之鬼在电话里约女主在北城见面 女主挂了电话后很快就和背包男一起来到了北城 但两人并没有见到阴之鬼 反而看到了被绳索绑了双臂的男记者 女主立即让背包男上去找控制绳索的开关 自己则在下面想办法 但还是没有来得及救下男记者 男记者被绳索扯断双臂当场死亡 在这之后 阴之鬼打电话挑衅女主 并告诉女主 她只不过是帮助那些迷途的小羔羊罢了 但女主却表示 她并没有权利随便决定别人的生死 晚上回到家的女主发现 阴之鬼竟然将她和背包男在北城的视频上传到了网络 于是女主只好打电话 约背包男在咖啡馆见面 女主把阴之鬼上传视频的事告诉了背包男 并让背包男最近躲几天 不然会被记者追着采访 而这时 直发女却突然出现在咖啡馆 背包男见到直发女 立即向两人互相介绍了对方 但因为直发女身上有强烈的檀香味 导致檀香过敏的女主一直打喷嚏 而女主也因为直发女身上的檀香味 对她有了一丝怀疑 因为女主之前和凶手交手时 凶手的身上也有同样的檀香味 所以当直发女提议让背包男跟他一起回家坐沙拉时 女主为了去直发女的家里找线索 也厚着脸皮跟背包男还有直发女一起来到了直发女的家里 结果确实发现直发女与父母的关系并不友好 女主从直发女的家里离开后 已经几乎肯定凶手就是直发女 但女主还没有找到直发女这么做的目的 于是女主继续将她没有画完的凶手画像画完之后 就去找了直发女的高中班主任 从直发女的高中班主任口中女主得知 直发女在背包男不辞而别去当兵的那年 就整个人开始堕落经常出入夜店 女主打听完后就立即找到了背包男 把一切都告诉了背包男 背包男感到既痛苦又自责 而这时已经察觉到暴露身份的直发女 约女主在仓库见面 女主一来到仓库 就被身后的直发女打晕绑在了椅子上 醒来后的女主询问直发女 到底为什么要杀这么多人 直发女告诉女主 她之前因为背包男的不告而别 就自甘堕落的在夜店里鬼混 结果有一天喝醉了被人给侵犯 然后现在背包男回来后 她感到很后悔 所以她不想那些女孩和她一样 所以想要救赎他们 这时躲在一旁的背包男 听完直发女的话后 让直发女赶紧离开 但直发女却拒绝了 故事的最后 直发女问背包男 是否在知道真相后含爱自己 在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后 直发女最后选择了自杀 死在了背包男的怀里 最后涛哥冒昧地问一句 这电影跟娃娃有什么关系啊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